尽管政府在经济领域上放宽防疫限制 不过执法方面依然没有松懈 警方在昨天就逮捕了643名违反行管令的民众 其中有112人就因为擅自跨州和跨县而落网 另外还有42人则是在没有适当理由之下外出 结果被捕 根据国防部高级部长 多次黎斯曼沙比里今天发布的国安会例行文告 其他居高不下的处法行为还包括不戴口罩 无法维持肢体距离 以及没有准备记录访客资料的器材 除了警方延扣的20人 另外623名违反者都一律接获罚单 另一方面联合执法单位在昨天的边境巡逻中 逮捕了14名非法入境者充公5辆交通工具 人力资源部也指出 昨天接受新冠病毒筛检的8717名外劳 一共有299人确诊 当局呼吁国内雇主 尽快为其下外籍员工自费检测 尽快傍尽快便 ordual 名可是 尽快